中国最著名的四大草原 一、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 得名于呼伦湖、贝尔湖 整个草原平均海拔在650、700米之间 总面积约为10万平方千米 这里有河流3000多条、500多个湖泊 呼伦贝尔大草原也是世界四大草原之一 同时也是著名的天然牧场 二、内蒙古西林郭勒大草原 西林郭勒大草原得名于蒙宇 蒙宇中西林郭勒亦为丘陵地带的河 西林郭勒草原属内蒙古高原的一部分 优质天然草场面积18万平方公里 其地势由东南高、西北低 和呼伦贝尔草原不同的是 西林郭勒大草原不仅分布着密集的河网 而且还错落着许多低山丘陵和低洼盆地 第三、新疆伊犁草原 伊犁草原也被称为奈拉提草原 这里自然条件好 年均温度在8到9摄氏度左右 一木一农 草原内山泉密布 河西纵横 草原不仅与荒漠对质 而且还与雪峰对质 从而产生一种丰富而复杂的立体的美感 第四、西藏内区高寒草原 内区在藏语中为黑河的意思 草原整体呈西高冬低倾斜 平均海拔在4500米以上 气候要好于草原的中西部 所以也是藏北仅有的农作物产区 藏北草原是当今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一块 为开发的处女帝 为现代文明中的人们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原始淳朴的乐园 关注我 更多大国风采等你来看